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度來到蘆洲的美味期限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今天就吃別的品項 今天有點下著雨 所以各位朋友可能要攜帶雨智乳 很可愛的店 老闆娘你好好久不見 好那我今天有介紹那個大的蚵仔麵線這邊吃 好謝謝 好那上次老闆娘有講說這個美味的關鍵是在這個湯口 對 好 最近生意好嗎 會不會也沒大叔比較好一點 是 好那就希望各位朋友來嚐嚐繃場喔 謝謝 好謝謝 認真的妹妹就希望各位朋友多支持 謝謝 謝謝 嘿 好那就希望各位朋友多來用餐喔 OK 你說很多粉絲都來用餐喔 對對對 而且他們都會講說是大叔的粉絲 嗯哼 特別強調 好那就謝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嗯 謝謝謝謝 好那現在就嘗嘗看這個 上次我吃過覺得非常美味的蚵仔麵線 那加了蒜蓉 還有這個辣椒油 嗯哼 好那美味麵線也是非常美味的麵線喔 看這個很大顆的蚵仔 還有小顆的蚵仔 嗯 嗯 相當美味喔 年輕的妹妹但是麵線煮得很美味 嗯好吃 湯頭就帶著淡淡的柴魚香 嗯 讚 讚 嗯這個蚵仔真的很鮮甜 很棒 喔蚵仔真的很大顆啊 喔蚵仔真的很大顆啊 這麼好吃的蚵仔麵線就等個朋友來品嘗 嗯 嗯 讚 嗯 嗯 加上一點點微辣我覺得蠻棒的 喔真的很好吃 嗯 嗯 好 嗯 嗯 嗯 好 阿鮮甜麵線美味 喔 讚 好年輕的妹妹就請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好年輕創業不易 好那非常的美味就等各位朋友來吃喔 好生意蠻不錯的喔 好那美味的麵線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笑妹妹加油 謝謝 好 掰掰 好那這是五月份的公休各位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掰掰 好那緊接著再走到下一家這邊很有名的紅季豆漿店 然後有上過新聞的店家 然後有上過新聞的店家 就在那個美味期限的前面一點點而已 好有上過新聞吃看看啊 新北鹽血美食名店 好有這麼多名人的簽名喔 但是 好 好 應該是差我一個 好 小姐你好 我想要那個 上了電視的那個炸彈飯糰 喔 炸彈我嗎 欸對 請問是哪一種啊 是那個木板的那個對切拍給你看 因為炸彈有兩個 是不知道是哪一個 喔 其實 其實他的名稱裡面只要有炸彈 就是有溶心蛋 好那那我要那個 打拋出的好了 打拋出炸彈飯糰嗎 對 那我還要冰豆漿 飯糖就好 好 謝謝 這邊吃帶走 這邊吃 好 那115 好謝謝 好 讚喔 名店東西一定是美味的 好 謝謝 讚 店家也很和氣喔 讚 好那這個是炸彈飯糰的故事 老闆本身是花蓮人 花蓮有名的小吃炸彈 蔥油餅味給對經濟的口感 一氣一動搶出了炸彈飯糰 讚 好 還有愛心帶用餐 這麼美 太美了 對對對 感謝 廚房都蠻乾淨整潔的 這就是上了電視的炸彈蛋餅 那現在就 炸彈飯糰 口誤了 那現在就試試看 哇嗚 感覺很厲害喔 感覺很厲害喔 嗯 那糖心蛋的蛋黃真的很讚 飯熟蛋 然後再吃內餡 好吃特別 然後就打拋豬的口味 應該算是一種創意飯糰 好吃 然後這個打拋豬就炒得香噴噴香噴噴的 你看看 裡面剛剛應該還有一些肉鬆 然後微微的辣 好吃 很特別 飯糰也很美味 我覺得是滿分 讚 豆漿也滿濃郁的 喝 看看這個蛋黃的感覺 噢 真的很棒 九十塊算有點小貴 但是口味蠻特別的 我覺得可以朝攝一次吃吃看 它這個糖心蛋做的真的 非常的美味的感覺 跟這個飯糰很搭配 其實好吃OK啦 然後打拋出飯糰我也應該是第一次吃 它的口味算真的蠻特別的 讚 好吃精緻然後不會過辣 我覺得打拋出味道跟飯糰也很搭配 它裡面還是有點中式的料 有肉鬆跟酸菜 好那我覺得是滿分喔 讚 剛好最近家裡缺一罐辣椒醬 就決定買一罐辣椒醬回去吃 它這個手工辣椒也蠻美味的 包裝也很精緻 讚 就這個家裡需要辣椒醬可以買一盒 剛剛好 好那每個飯糰都是現點現做的 所以需要稍後 好那菜單再看一遍 那個人覺得這家也是必訪 前面麵線吃完這邊再吃一下 剛剛好 好那如周圍有很多很美味的店家 那各位來追蹤用餐一塊 掰掰